哈喽大家好,我是铁爸 距离Apple Watch 7代正式发表的时间 大概剩下两周左右 那么这次7代的Apple Watch 除了在外观上有带来新的设计之外 近期又有最新的爆料中有提到 这次7代的Apple Watch的尺寸 它会是历代以来最大的表径 将会从原本的40跟44这两个尺寸 改变为41跟45这两个新规格 这样子的话 上一代Apple Watch留来之前的表带 就不能沿用在这次7代了 不过这次最高推出45mm的表径 看起来应该是会非常的霸气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喜欢大尺寸大表面的使用者 这次大尺寸的Apple Watch 7代 就蛮值得你来升级 而且如果是会想让大家知道 你就是最新的Apple Watch 7代的话 这次7代加带了45mm的表径 还有全新的外观设计 相信在产品的辨识度上会非常的强烈 那也因为距离秋季发表会越来越近 Apple Watch 7代的模型机 还有表带相关周边的样品 在网路上已经陆续的流传开来 那从近期最新流出的照片中看起来 除了原本就有预测的 这次将会采用新的表框设计 让内部有更多的空间来进行电量的提升 这次加带到45mm的尺寸 相信在续氧力的部分 应该是会非常有感的提升才对 那这些东西 就是让Apple Watch 7代周边产品的厂商 提前来为这块市场来做布局 那通常在发表会之前预测的模具啊 与正式发表的内容不会相差太远 所以Apple Watch周边的厂商呢 就可以在发表会正式确认规格之后啊 马上来进行模具的微调 想先推出最新Apple Watch 7代的周边哦 那这次更大尺寸 45规格的Apple Watch 7代的萤幕呢 将会使用全线的压层技术啊 然后再搭配手表更窄的边框 让萤幕的显示啊 会更贴近于边缘 然后会有更趋向于满板的视觉效果 而且这次Apple Watch 7代萤幕的用料啊 绿色是会使用跟iPhone 13一样的LTPO面板 整体萤幕显示的彩度啊 还有明暗的表现就会更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再读取一些朋友传来的讯息啊 还有观看多媒体照片的部分 看起来就会更大然后更清晰咯 那比较可惜的一点就是啊 虽然这次的萤幕有变大四个好消息 不过大家最喜欢拥有的血糖侦测功能啊 已经确定不会在这次7代的Apple Watch中 来加入这项功能了 那至于这个最新的41跟45尺寸爆料消息的可高性呢 我个人认为啊 大概要有七八成左右的几率会预设成功 毕竟这次的Apple Watch 7代啊 已经来到了四年一大改款的时间点 除了原本预设的将会使用全新的直角平坦边框的外形啊 然后喇叭的部分啊 也有进行升级变得更大 让使用者有更大声的播放效果 最后一点就是这次所说的表径变成41跟45的这个部分啊 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蛮合理的升级跟改变啊 这样子才可以让Apple Watch在这个大改款的时间点啊 有一个比较全新的感觉 就不会像Apple Watch 6代之前的型号啊 外形都是一样圆边设计 感觉上都差不多 买起来就很像买到同一款手表的感觉 没有什么新鲜感啊 那今年的苹果秋季发表会呢预设是会有三场 那Apple Watch 7代啊将会跟着iPhone 13在第一场的发表会就来登场咯 那至于后面两场的发表会呢 就会渲染着iPhone 13啊 还有Apple Watch 7代欢乐的气氛 陆续的将iPhone 6代啊 还有新MacBook Pro来进行发表咯 好了那距离2021苹果秋季发表会也剩下大概两周的时间了 我也非常期待跟大家一起线上来观看这一次的发表会 OK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那我们下一集影片见咯 谢谢大家 拜拜